美国英龙传媒中美电影节电视节组委会联合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美国上海商会 圣盖博希望狮子会美国地豪食品在圣诞前夕为年长者送上节日祝福 圣盖博市市长圣盖博希望狮子会会长丁岩玉 圣盖博市议员吴承远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 美国上海商会主席苏延涛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 美国上海商会会长张贤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执行总裁苏林淑婷 圣盖博希望狮子会创会会长周平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曹林等出席了此次圣诞新年的慈善活动 我们非常荣幸和我们社区的各位爱心的社团的领袖一起来这边圣盖博市来送爱心 希望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圣诞礼物 我们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也带来了优秀的影视作品 希望用光影的艺术能够把和平能够把和谐的这样讯息带回我们的社区 同时也希望给我们社区的年长的长辈们送来一个温馨温暖的圣诞新年假节 圣盖博市市长圣盖博希望狮子会会长丁炎玉表示 非常感谢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组委会在圣诞新年来临之际推荐优秀的影视作品在社区进行展播 感谢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美国上海商会圣盖博希望狮子会美国地豪食品公司为民众送上爱心节日礼物 陪伴老人们共同迎接节日的到来 这一次买了饼干和袜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买了非常好的袜子 对长者对老年人是保护到他们的脚 让他们感到温暖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爱心活动 祝福大家在这个圣诞假期里面感到温暖和开心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自27年前成立以来 一直都积极关心社区 能为社区做一份贡献 是妇女会每一个成员共同的心愿 此次和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组委会等爱心机构和企业携手 一起为圣盖博老人中心捐赠圣诞新年礼物 也是妇女会近200位会员的一点心意 凤凰卫视宋城洛杉矶报道 是需要用航空문晨来自为есь 记者定任务上冷淡 无旅 伊